南投市迎南社区结合银盘国小 办理台湾梦儿少陪伴计划已多年之久 为了提供儿少更优质的学习设备 并让社区长者有非洲谷能够来学习及运动 在迎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月明 向先议员张家泽提及后 日前也邀请县府相关单位前往社区来会堪 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家泽 也是现在的议员 他为我们迎南社区 这一次总共金费播了25万 现在我们把它分开 就是我们的每样 我们都把它分开 现在我们要买的就是非洲谷 跟iPad 就是平板电脑 要让这些台湾梦的学生 能够在这边多多学习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 关系员张家泽 对迎南社区里面的付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非常感谢他 县议员张家泽表示 迎南社区的台湾梦 而是有陪伴计划 让许多学子在下课后 有人陪伴 有人教导他们学习 平时对于张家泽也有安排许多的课程 期盼在这次向县府相关单位 争取经费 采购平板电脑及非洲谷后 能够让他们透过平板电脑 学习网路上的资讯 让学习更便利 我们南投市的迎南社区 平常对于长辈还有小朋友 都有做上课 也希望让他们接触更多的资讯系统 跟资讯内容 所以我们特地争取经费 来采购平板电脑 让他们长辈还有小朋友 可以利用这些平板电脑 接触网路上的各项资讯 也协助教导他们 如何用平板电脑或手机 来连接各项的资讯 另外长辈也都平常有在练习各项的乐器 尤其我们这一次争取经费 来采购非洲谷 也希望长辈可以透过非洲谷 来达到手脚头脑运动的效果 所以欢迎大家有空 可以来到我们宁南社区 跟这些长辈一起同乐 宁南社区法展协会理事长蔡玉明 也特别感谢张艺人 对于社区儿少长者的照顾及协助 期盼在平板电脑及非洲谷采购后 能够让长者学习到新的乐器 也让儿少在查询各项资料时更方便 记得兄弟蓝头采访报道